如果这个社会大众普遍都造业,麻烦大了!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? 不要怪人! 要怪自己,在这个阶段无圣然来世间教化, 为什么圣然不来,众生无受福? 你看说来说去,说到最后还在自己里,我们无收福,一日造业。 如果我们都肯收福,都肯学好,圣然就来了。 不想学好,圣然来都骂他,拒绝他,不接受他, 圣然不来,圣然不来,为什么? 他来,你对他侮辱,你对他轻慢,这样做罪业, 不是就加重你的罪业。 所以菩萨来是慈悲,不来还是慈悲。 来和不来不是他那边的事,是我们众生这边的事。 我想学好,他就来了。 这种圆,所谓可遇,不可求,不用求。 你真想学好,你就会碰到好人,就有好人教你。 你不想学好,你就绝对遇不到好人。 为什么?遇到好人,你会骂他,你会轻慢他,做罪业。 在这整个世界,我们要了解这个地球上的事实真相。 我们对中国会充满着希望。 中国人虽然做业,社会搞成这样, 他的底混合,过去千万年老祖宗教得好, 只是最近这两百年。 特别是知识分子。 比西方科学技术迷惑了, 认为他是万能的, 中国古圣先然说的无用。 对老祖宗教得好, 对老祖宗喪失信心, 失去信心, 失去信心, 起早怀疑。 这就是现前灾难的根源。 没有人教他。 教他,他亦不接受, 他不相信。 科学要拿证据来, 拿不出证据, 没人相信。 说古时候怎么好怎么好, 不相信, 这是人家写出来的, 不是真的, 未必是真的。 仍然将他当作人类的一种欺求, 一种幻想, 不承认他是事实, 那灾难就来了。 必须经过灾难的洗察, 令他头脑再恢复清醒。 真正想求圣言, 求佛菩萨来救他, 这个时候来了。 这种完全亦是 性德、 法已如是, 自自然然的演变, 不是无原因的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, 欢迎订阅频道, 开启小铃铛,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,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